财政部部长林冠英曾经提醒房屋发展商 如果建筑材料或免销售及服务税SST之后 依然不见房价下滑 将考虑撤回免税优惠 是的 为了响应财政部的号召 大马房地产发展商会就收来了好消息 特定的新建房屋项目将提供最高10%的折扣 但是优惠不包括可负担和中等价格房屋 以及现有的房屋单位 大马房地产商工会昨天宣布 房价会下调5% 而今天他们在财政部部长林冠英的陪同下 宣布加码 我们提醒了财政者可以看待5%的折扣 所以今天我们只想重复一下 根据到位置和项目的项目 我们更加励动发展商人 在新的发展上升到10%的新的发展 不过已经竣工的房屋单位 以及可负担和中等价格单位的买家 无福享有这项优惠 因为有关建筑成本超越了房屋售价 但是林冠英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时 卖官子说 竣工房屋单位的买家 可近代三天后宣布的2019财政预算案 此外记者也问到 如果发展商没有按照指示降价的话 政府会如何处置 林冠英指出 政府一直致力于降低房价 减轻人民购房的负担 他希望做出宣布之后 房价都能够折扣高达10%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 他们需要自己订阅 才一团阅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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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